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时间是7点33分17秒 来时时入扣 今天呢放假要吃什么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说 今天那个加仓要考试咯 因为现在有个台风假 而且又是一个小周末 礼拜三嘛 那到底今天放假要吃什么 我觉得你今天建议还可以 可是我觉得昨天晚上 好像所有的卖场都挤满人 叶菜类的还有牛奶都没了 我也那个 有去抢购了 结果呢 菜都没了 但我今天一出来出门 其实风雨还好 但是好像昨天晚上蛮强烈 台北市了 陆树倒了一堆吗 听说金城武树都倒了 台东的那 波澜倒透 对对对 那棵树倒了 那你必须 幸好现在大家都去移 必须开一个追悼会 但现在大家都去宜兰了 哦要去文学馆了 对对对对 换地方 不错呀 我觉得宜兰本来它的那个 在地的一文信就已经很 其实台南也有个文学馆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赖清德不把金城武找去呢 可能风味不太一样 他现在跟长荣关系比较没有那么好 我干嘛 中华电信 好的 那今天开始要先唱一首歌 为什么 因为少吃卖饺子 实在好吃耶 为什么过台风假吃饺子呢 我早上想到台风假应该是吃蛋糕 可是上个礼拜我们从那个 Miss V 已经讲到Together Delicious 这些美女主厨 对啊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今天回来是要很踏实 让大家吃饱饱的 哦原来一家人要围在一起吃水饺子 那下饺子通常是嫂子 哦 因为大嫂要弄东西给大家吃 对啊 我们家小时候这样子 那最最那个是自己做饺子 特别是对于外省家庭 对 饺子是不可磨灭的 山东人特别 其实是因为上个礼拜加昌在这个 看了几个表演 嗯 到国家音乐厅 包括了这个今年NASO的一个闭幕作 嗯 叫沙勒美的歌剧 非常精彩 那因为这次的歌剧时间比较短 只有一百分钟 又没有中场休息 嗯 所以看完戏 九点多 一百分钟应该还行 对对对 没谁主 旁观大一点就行 对 那一百分钟结束的时候九点多 嗯 那个时候正好肚子饿了 嗯 那加昌去吃了龙门客栈 哦是哦水饺啊 超怀念的 哦 特别是对于这种优秀的NTU 台大的学生而言 特别是法商学院 嗯 这个龙门客栈 饺子观是重要的回忆 你读书的时候就有了吗 不会吧 我小的时候不是念台大的 对啊 你念建宗 搞错 你要去吃建宗后面的那个 黑羊 抓兵 对那重点是龙门饺子观 加上很多台大优秀的同学们 嗯 对于龙门饺子 龙门客栈都是有很深的印象 是龙门客栈出的来吗 嗯 龙门客栈通常不是黑店吗 哈哈 那饺子是人肉做的吗 吓死人了 所以你从水饺中 对 然后就吃了那个饺子 非常的满足 嗯 那因为它有很棒的卤味 那龙门客栈又在一个很棒的地方 说过啦 台北市有十间 很棒的饺子 台北人啊 台北市政府还没有做过水饺节 是啊 但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辛苦的是什么 因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最好吃的饺子观 就像李安讲的 每个人心里都会做断背山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玉交龙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圈圈圈 嗯 那每个人的心中最好吃的饺子 我相信就像我们问北京儿 最好吃的炸酱面是哪家 他一定说是他家 妈妈做的 哈哈 你怎么也是这样 饺子也是这样子 我讲的是 真的是我朋友 饺子也是啊 我每个外省朋友 我们家从小做水饺 过年的时候肯定要自己弄饺子 那但是现在其实 家常今天推荐的这些饺子 除了为了这个让大家知道 有些连锁的简单介绍之外 每一间都是现包现做的 那观看那些大叔大婶 在那里擀饺子皮 我就觉得非常好吃 好的 这个十大饺子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隐藏终极版 所以各位要听到最后 林家商常要玩这种游戏 这个很重要要留下来 是而且通常 通常主持节目的资料 能够永久留存的 都是林家商的诗的 但是因为台湾 台湾那个餐饮业的变化性蛮快的 那个参考价值可能就一年左右 不过有一些啊 龙门客家啊 什么来来啊 都看好久了 还有长青饺子完成 这些都 都买你说我小时候就开始吃了 那可能三五年前 对对对 刚成年 好 来我们先从龙门客栈谈起 那龙门客栈当然他的这个招牌 跟整个环境都是非常的传统 那他就在徐州路 在台大法商学院 台大医院附近 所以相当多的台大学生 对于他都有很深的情感 那因为离国家 就中正纪念堂挺近的 所以不认识音乐会 或者是这个歌剧 戏剧看完之前或之后 其实都可以去吃 那因为在那个地点的好处是其实因为是学生的商区 所以他绝对只有四个字叫物美价廉 9点以后晚上他还开了 他开到12点 累歪歪 是啊 可是那家人都很有趣 反正你去那切点卤味 那吃饺子 那最重要他的炸排骨很好吃 这也很奇怪 水饺店卖炸排骨 那他怎样 是排骨水饺吗 一个汤桌上面放一个水 他有面 他有面食 但是因为就是你吃的饺子 大部分你就没办法吃面 所以你可以搭配着直接叫个炸排骨来吃 这挺好玩 这很有趣的 这对于特别很多学生来讲 是很特别的自己的三号餐或二号餐 就是自己知道说 因为学生可能点不起太多卤味 所以他可能只能挑两样 例如说竹水跟豆干 或者是豆皮跟海带 然后加上饺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个汤 然后再 如果正好是领用钱或打工发薪水 加个炸排骨 好幸福 然后跟女朋友一起吃一半 但当年可能现在人家是别人的妈 对 但重点是 那个回忆永远是最鲜美的 这里的水饺是传统经典的吗 有没有那种新鲜 现在因为最近几年都有那种 有 什么回乡 我们可以先来 我们寇寇姐讲的是口味还有皮 那这个待会讲 那这个重点我们先从第八 加上准备很多指标 为什么 第八点是连锁店 因为其实这几年 我们包括了四海游龙八方云集 其实让大家吃饺子 吃锅贴都很方便了 但是最近有两间新串起来的 一间叫做饺子虎 那饺子就是吃饺子老虎的饺子虎 那他其实做的也挺不错的 那水饺也是手工 不是中央冷冻厨房出来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间叫做 这个叫做周胖子 包括了五花马 那这些其实都是有连锁规模的 特别是五花马 最近比较多 积极一点对不对 你知道谁入主了吗 谁 唱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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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对 是哦怪不得了 所以说以后你只要看到唱坤 可能里面就有一个五花马 因为五花马是台南 我正好参加了中华美食协会 就是之前那个阿发司的那个 五花马的老板也是会员 他才偷偷跟我们透露说 原来有金元了 所以他可以从台南 他是台南起家的外省眷村 那他在目前已经开了二十几间了 那他们的水饺是 也是最后还是手工吗 他们现场 那他们面团可能是中央 到最后的那个 擀皮跟包还是在现场 可是他说现在 有一点就是愿意学这个记忆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 他们现在也有一点困扰 好 这个饺子有非常多的故事 饺子的故事当然跟电影明星有关 那这个跟帅哥林家畅有关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请各位 要等到最后他的隐藏版在哪里 每一个人真的都有一个 自己的饺子梦 对不对 而且我们好像在读书的时候 不管任何时代 你周围有一个同学活动 是包水饺 特别是在海外念书的时候 对 没错 在美国一定这样 那我们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也是这样 大家一起包水饺 我马上回来咯 时间是七点四十二分 林家畅风雨雇人来 非常认真的把水饺给大家整理好了 实在是一个大大圆满的 可爱的小家畅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是台风的假期 台风过后 在一阵惊慌之后 大家就要拥抱在一起 当然就要坐在一起 吃饭饭 吃饭饭 今天加昌就叫大家来吃水饺 睡觉咯 我们讲了龙门客栈 台大徐州路 就是我们杭州南路店 附近人的美丽幸福的所在 还有连锁店 那接下来 我们从有一个 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传奇谈起 在东湖有一间很有名的饺子馆 只要是内湖戏子 这附近交界的东湖区长大的人都知道 它叫做王家饺子馆 它非常的有个性 为什么它只卖一种口味的饺子 但其实真正厉害的饺子 只要卖一种口味 就是酒黄或者是韭菜 可是通常就是擅长做什么 就把那件事情做好 王家饺子馆 只有一种口味的饺子 你要挑都没得挑 就进去只吃饺子吗 饺子当然有一些小菜 有酸辣汤 但是饺子只有一种口味 你只能讲说你要几粒 猪肉还是牛肉 猪肉 绝对是只有猪肉 然后重点是 他的女儿 后来在东风街 开了另外一间店 叫饺子乐 王家饺子的第二代 内湖人都知道的 那他台北市的一个首扇 非常好的 东风街就东湖南路 大安路那里 是他就在东风街 靠近复兴南路口 我告诉大家 这是我看过目前台北市 新的饺子馆里面 做的最好的 我可以拍胸脯保证 他的东西非常好吃 王家公主开的 对你只要去提到他妈妈 他就会露出腼腆的笑容 但是他口味跟选择多了 还有锅贴 还有面 对那做的非常好 环境也非常的舒适 好 饺子乐 大家可以绝对去试试看 对重点是他还有做很可爱的logo 你看到你都觉得会心理想 是在捷运旁边吗 也很好找 可是正好那个地方正好是两个捷运的中间 只能走到大安再走过去 走回来走回去 没错那之前跟大家包括在中华路南机场夜市有三间饺子店 不倒 对这三间很酷哦 那包括了莱莱秀昌跟阿亮 那其中莱莱是比较贵一点 但是他的声音也最好 莱莱是历史最悠久吗 也是历史最悠久 那他东西也好吃 对 然后另外在新安街有一个很老的店 叫做青岛饺子馆 那正好在新安街跟这个辽宁街的路口 那重点是他在那个三角滩 这有个秘诀啦 但我只能跟大家讲 这纯粹是我的意见 因为他下午跟晚上都有卖 但是他中午才是真正的老杯杯出来做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同一个店面 去中午吃什么 对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中午去吃 那因为同一个店面 但中午跟晚上做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啊呦 这可是营业的秘密 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晚上去吃 而且我一开始来问说 爸爸在吗 他说那不是我爸 那是不同的人做的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中午是那个老杯杯做的 然后晚上是另外一个 那中午真的非常好吃 我也是强烈推荐 做水饺是一个功夫耶 是 我后来有去研究一下什么打水 这些你们可能都非常清楚 肉要打水 然后你比例啊 是 那这个出来那个 咬出来的肉要软软的 对对对 那个很大学问 那这个青岛饺子馆 请记得去试试看中午的 可能会有 西安街 对 要吃中午的 是 然后另外我们来讲讲 在中山北路 高津明全西路那 有一间非常老字号的 叫做长青饺子馆 长青饺子馆是以锅贴闻名了 因为它会做像是圆山大饭店的圆院里面做的冰花饺子 哦就是下面好像好像那个冰花一样 是煎用面粉煎出一个漂亮的硬皮 那重点就是呃在长青饺子馆也吃得到那样的功夫菜 那它的这个煎饺就是个冰花饺子是当然是它的首选 但是我觉得它的水饺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推荐 好的 然后另外再来就是在双连捷运站 其实离中山北路也不远 它在成德路跟重庆北路 呃在成德路跟中山北路中间 那最重要的是这一间店面 是路边摊 其实大部分饺子馆都路边摊了 但是它是在旗楼底下的路边摊 所以其实在人来人往中 你就坐在旁边吃水饺 有招牌哦 它其实之前是没有名字 但是我昨天特别经过去看一下 它现在有上了一个叫做 你要认真的 对叫做高级的水饺 那旁边有一间叫山五水饺 但是我觉得这两间其实都好吃了 什么双连捷运站出来 双连捷运站出来有四个地方啊 嗯 其实在麦当劳旁边 问题问题太无聊了 没有其实就是往马街那个方向 哦好 这大家其实一看就知道 那那两间饺子其实都不错了 那一间叫高级 一间叫山五 那山五是营业时间比较早的 那高级是跟刚刚那个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哦 我们来看它的营业时间 山五水饺是早上八点半到六 到四点 嗯 那高级水饺是晚上四点十五分 到晚上的十一点 所以他妈还不会强碰哦 那重点是礼拜天 又是高级水饺整天营业 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组合 也蛮好玩的哦 但两间都好吃了 你就知道人家绝对比那个蓝绿政治人物有弹性多了 大家一起转嘛 大家要蓝海 对对对对 好那再来我们到永康街 永康街是美食一级战区 店可以开的酒 一定有它的道理 东门饺子馆也对很多家庭来讲是非常好的选择 夏天吃饺子 冬天吃酸菜 白肉锅 从小去的地方 对那东门饺子馆有一定的水准 嗯 然后再来我们来讲一个很有趣的咯 连林青霞回台湾都一定要吃的饺子 对 其实就是在东门市场的星际 那因为星际其实卖很多也有港点啦什么 他现在的铺子越来越大了 对啊 卖了很多什么萝卜糕啊珍珠丸子都自己做的 但林青霞对这间的水饺是这个非常的称赞 他水饺到底好不好吃啊 我觉得还不错 只有外带 只能外带啊 对他只能外带 冷冻的 他是冷冻的 哦 那还不错 那重点是我们的英明的马总统之前跟他报告过 在星龙市场的王继饺子馆 也是马妈妈以前最喜欢帮满酒准备的 那另外在南门市场有一个好小子饺子馆 那这个就很好玩了 他也是年年年份满酒了 那就像阔姐讲的 他有各式各样的水饺皮 有蓝的绿的 没有蓝的啊 抱歉 现在有紫色的 就是紫色高丽菜去弄的 然后紫的红的 胡萝卜皮 菠菜皮 他正常的 然后现在还有全麦的麦皮 哦 对 那他在南门市场 就五颜六色的水饺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其实是这些市场 其实还有各位家里每一个市场 其实肯定都有那种 对呀 很有名的叫做 随便一个那个传统市场里 都一定有 有一个嫂嫂啊 阿姨啊 在那边坐 而且都还蛮好吃的 然后这个我先列举几个 比较有名的 在新荣市场 东门市场跟南门市场 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 隐藏版 也是我亲自到那里去吃了之后 非常惊讶的 它叫做顶位直角 顶是顶尖的顶 位是味道的位 直是执着的直角 是角子的角 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很特别 他名字要解释半个小时 而且重点是 他在三重 新美市一个很隐秘的角落 这是香港人开的吗 没有 是一个 是一对夫妻 台湾人哦 对 他为什么要取这个怪名字 很厉害 顶位很执着的水饺 是 然后他每个周末 会办一次饺子宴 哦真的啊 就是把他所有的饺子 口味请他吃 请啊 不不能请啊 就是你花钱 然后就有个席次 然后你可以吃他所有的 饺子宴 就像长安 西安那个样子吗 西安不是有100种的饺子宴吗 各位姐你有没有觉得看到店家用大水 大锅去煮出来水饺 就比是在家里 这样子一个锅子煮出来的 那当然那个水饺就比较胖 比较白 比较碰碰 看起来就不同 吃起来也不同 他有饺子宴哦 而且告诉大家 已经是要到明年才吃得到 他已经预约满到那里了 真的 家常用关系都吃不到 你是怎么知道 顶位直角在三重 三重要过了 台北桥 台北桥 就是这个从周夏桥 这个一定 其实可以网购 网购 那最有名的 其实他在网路上 是非常有名的名店 我是听 那我家没那么大锅 对啊 就是现场吃的饺子宴 跟那个肯定是不同 那告诉大家 这一对夫妻非常用心 你只要收到他的水饺 他里面不但告诉你 每个水饺 他们用怎么样的组合成分 跟为什么要这样组合 就是什么样的皮 什么样的馅 就是有三十几种口味 这个很酷啊 我觉得可以吃到这么多 他是年轻的吗 跟家常差不多年纪 已经40 快40岁 对 谢谢大家 轻壮蛋 哎呀很可爱 很用心 他们为什么要做水饺 他说他们从妈妈那里 就是继承 就是做水饺生意 可他希望把它精致化 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 网路美食家 部落客 都非常的捧场 这个顶位直角 是你如果你是 这个就没有预约去吃 可以吗 没有得吃 但是他你只要讲是 家常朋友 他容易送你一个辣椒浆 或送你几个 试吃的 没有现场得吃 为什么 他就饺子宴才有 他就饺子宴才有 你的意思是说 他只有周末开放饺子宴定位 他是卖水饺的店 然后只有周末才能吃饺子宴 然后我们就去买这个 带回家自己煮 你要的话就订饺子宴 可是现在七月 他已经订到明年了 颠位直角 老板娘漂亮吗 还想 水饺非常好吃 你要说他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他才会把你 纳入饺子宴 重点是饺子好吃 好棒 对大家有没有安全的台风